大家好,歡迎回到卡比凱的頻道 今天來看看第二天晚上我們要吃的燒肉 店店位於沖繩的名庫 我們事先有先預定了位置 這邊有分不同種價位的餐點 我們選擇的是最高級的4380套餐 這裡比較特別的是店員會事先跟你結帳人數跟用餐的金額 後續如果有點酒精類飲品的話 會另外再做結帳的服務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注意事項 不外乎就是自助式點餐 然後不要浪費食物 還有特別注意的是換烤網第四次要收取50元的日幣 讓我們先來享受一段美食饗宴吧 開局先點了一盤豬肉跟一盤牛蛇 大家來看看為什麼我說開局失利吧 牛蛇還是可以啦 只是他比較難咬欸 牛蛇的味道比較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個味道 肉味香味 不行應該是昨天牛肉太高級了 我的吧 不是說我們餵一塊筷子 我的嘴巴賣掉嗎 沒有就是吃 那中間那個家 這間店的牛蛇沒有想像中的特別的有特色 但是吃起來還是有其他餐點的肉好吃呢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你先這樣子就嚼一下 對你可以吃點 那個醬才對呢 後面才發現鹽味醬要用點的 味道對 它還在點 它是味道才對 這個豬肉應該也好好吃吧 這個偷膜肉 這是通盤豬肉 對啊 它叫肥豬肉 我總問你們一個叫肥豬肉 好沒聽到它 肥豬肉 記得他 醬油啊 不要不要 鹽味 有沒有鹽味 鹽味沒有 它只有持久力跟醬油 那就是持久力 那就是持久力 爽 清脆生 鑲卜最愛吃 這邊綜合下來好吃的有牛肉的橫隔膜肉 還有豬肉的松阪豬都非常的好吃喔 還有我最愛的雞軟骨特別 所以要點對肉品 找到自己喜歡的才是最讚的 軟殼蝦 它的殼是軟的 所以其他有著名的就是軟殼蝦 有啊 嗯 好爽啊 整個真的很爽 因為殼本身會有一個香氣 哇 它就軟了 它還有爽味的 不用 這個蝦就要吃原味 扇貝 扇貝感覺很厲害 可以啊 可以吃啊 先吃原味 可以 扇貝可以囉 這麼快嗎 嗯 充滿 軟的扇貝 花枝 哇 我覺得 我等一下如果腻的時候 海鮮 全部都可以吃 海鮮還好 不是 因為它不會腻 海鮮就不會腻啊 這間店的海鮮真的是極品啊 在吃肉吃得很腻的時候 真的可以直接點爆海鮮 直接給它吃到爆 海帶湯 這海帶 雞蛋湯 為什麼它沒有雞蛋海帶湯 其實我比較想喝雞蛋海帶湯 那你可以混在一起 再點 旁邊有什麼 旁邊有什麼 旁邊可以燒 這樣喝頭會燒掉耶 看起來泡麵湯 就是啊 你知道嗎 它可能裡面加粉 就少那個 加粉 然後加垃圾就拿過來 加味精粉 冰淇淋 要不是為了留給 超吃的冰冰 這個很好吃 糖的 一絲 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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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是多長 淡水 它直接讓你媽沒吃 我吃完你還沒吃完 很治癒吧 它這個有極限 它就這麼 空間就這樣子而已 淡水冰 淡水冰有沒有吃過 淡水冰是因為它架高 蛤 它架高 它架高下面有這個空間 它這個沒有空間 最多就這樣子而已 你要怎麼樣 跌出來 然後它可以拚回來 它可以拚回來 很猛耶 很猛 最長的就是這樣 應該還有一個 它下面挖餅乾挖洞 它直接滾下去 它接兩個餅乾 這個香草巧克力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啊 我們還有一個前 麥當勞店員 專門幫人家擠冰淇淋 是不是很厲害呢 這邊的用餐時間 是兩個小時 我們先附上幾張 我覺得造起來 特別好吃的照片 以上就是本次燒肉五燕的介紹啦 非常推薦它的橫隔膜肉 還有它的松阪肉 以及它所有的海鮮都可以吃吃看喔 個人覺得不錯 價格的話也覺得蠻親民的 所以可以來到民庫 或者是在沖繩市區 也有一間分店可以去吃吃看喔 接著就是回到飯店的草莓時間 很甜是不是 我覺得還不會酸 沒有到很甜它不會酸 那你是說是草莓煎甜還是草莓 剛才講 乾杯現在什麼東西 應該說什麼 草莓煎甜 你知道這邊是最甜的嗎 我知道啊 上面會比較酸阿 對阿 所以吃草莓甜 前面很甜阿 但後面就還好沒有什麼味道 喔 內褲吧 內褲 裡面穿什麼 所以如果真 明妞穿辛苦褲 如果真正厲害的是 後面都是甜 後面也是甜 那這邊都好酸阿 那我們現在從後面開始吃 這個還好酸喔 這個還好酸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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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酸的嗎 不是 甜的 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甜的嗎 這個是甜的 那個草莓是 尾巴 沒什麼味道 但是 草莓煎是 很像 很像 結論就是 這一盒超市買的草莓 大約700日幣 吃起來其實還蠻香的 只是有部分幾顆是有帶點酸味的 有些人還會去購買煉乳來家 如果你去五天 從第一天 直接給他吃爆草莓吃到五天 我們來到宵夜場 暖木 銀 銀戶店 蔥多 味噌 鹽味 我覺得是這個 雞白糠 哪一個 辣味 那個雞白糠 這是原味啦 然後這是鹽味 購買完票券之後到座位 他會給你選擇填寫你要的湯濃度 麵細度等等的資訊 這邊不知道怎麼填寫的話 可以用推薦的方式喔 不自覺的就哼起歌來了呢 這不是他的那個嗎 經典靈魂醬汁 跟一蘭一樣喔 我不敢 我不敢加 你拿弄散我喝了 好啊 因為我怕如果加了 太辣 我就完全根本吃 你可以加0.5 你吃多少 普通 對啊你先吃啦 我幫他喝一換 我先喝一口原味 原味湯汁 它的原味湯汁 也很清淡 它就是一蘭啊 嗯 對 跟我們說比一蘭好吃一點 蛤 跟一蘭很像 可是比一蘭好吃 你又算的喔 我沒有吃辣 我覺得經典應該是這個醬 差異應該是在這個醬 不然 要逛跑逛班 逛回去 沒辦法吃 要多久一點 這樣 我的感想是 我的感想是 它是 很辣 好辣 好辣 我就跟 我就跟你說超辣 你還不相信 你媽媽衝蛋你的屁啊 你要吃那個 不會沖淡一點點 不會沖淡一點點 其實也沒多半 但不會很辣 它那個 那個辣是入口就來的 入口辣的 它是 不會太麻的 不會麻的 我的舌頭已經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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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辣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辣沒 辣我沒有底 辣什麼 我覺得它是 一蘭的清淡版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 好 它可以辣 好 那我再給它一個機會 辣 因為它太清淡了 等一下要給它泡一下 我覺得麵要變軟 也不是 等一下就 我覺得比EVO 好的 很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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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就是一蘭 高總是 很小 嘿嘿嘿嘿 我剛剛有想要幹 這個就是一蘭 不是 它就是換了一個招牌而已 它的湯底沒辦法進到麵裡 我知道了 可是我覺得有 因為說它的湯底 沒有一蘭那麼的 臨骨 沒有那麼的濃 沒有那麼的濃 對啊 我看一下有希望這個做什麼 它這個做得比較好吃 因為它只吃一蘭之餅 其實暖木在各個評論上 都是非常的推薦的 只是可能是因為我的口味比較重一點 所以會覺得暖木稍嫌清淡 暖木是沖繩大家都會推薦的拉麵 喜歡臀骨湯頭的可以去嘗試看看喔 也可以底下留言 如果你有吃過暖木你的心得是什麼喔 我也想聽聽看別人給的評論跟想法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美食饗宴啦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們吃過這兩件的心得 或者是去沖繩會不會想要去試看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喔 謝謝各位的收看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